非常意外的消息就是 绿油精跟曼秀雷敦 小护士这一些药品结果呢 立委林淑芬表示 产品之内有薄荷醇这个原料 而业者长期以来都没有输出了许可 所以也因此今年第一次申请 等于已经违法输入台湾四五十年 不妙 你卖个白啊 越穿越痒哦 这是小护士 老品牌曼秀雷敦 还有绿油精 万斤油 白花油等等 这些清凉洗脑的产品 很多人家里面都有 而且近来防蚊子叮咬也都派出场 但没想到现在却被立委爆料 原来这些产品里面所含的原料 薄荷脑 几十年来通通都是违法输入 曼秀雷敦以前叫面苏利达姆 你用了几十年 白花油你用了几十年 你现在告诉我 他们第一张许可证 是今年七八月才给 薄荷脑这项原料依照药士法规定 从国外输入 得要向食药署申请许可证 才可以进口制造 但业者四五十年来 从来没申请过 今年七八月 还是第一次申请许可核准 等于违法将近半世纪 制造以后会有点小意外 那以后还敢用吗 会考量 可能会不敢买这个产品吧 民众听了好心惊 那现在架上先前所制造的产品 到底还能不能买 它这个原料药是依照 药士法它是不合法的 没有依照合法程序去申请的 就是说它没有依照法律来申请 所以是可以罚它三到十万 我现在问你 这个架上这个产品是合法还是非法 架上这个产品可以使用 因为它这个原料药是可以用在制剂 所以是可以使用 不用回收 食药署表示 行政程序上不合法 但用的都是药品级的原料药 所以还是能购卖使用 对于原料药管理 还会在持续检讨改善 但明明违法 却还处处维护药厂 食药署的做法 恐怕让人难以接受 记者综合报道 好 谢谢 好 好 好 我好